港鐵沙中線地盤工程懷疑再有問題 劉法會議員田北辰引述前線工程人員消息說 匯展站進行挖掘工程的時候 未有在牆和牆之間擺放足夠公子鐵 港鐵近一兩星期發現問題叫停挖掘工程 匯展站的成件商是禮頓和中建的聯營公司 陸政署要求港鐵48小時內書面交代事件 港鐵就說正是整理資料 稍後會向傳媒進一步交代 潘耀昇報道 繼紅磡站鋼筋被剪短 土歌環站武岸陶職施工 最新一個可能出問題的是沙中線匯展站地盤 匯展站地盤用明挖匯田的方式 向下挖掘興建車站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引述前線工程人員說 由於要挖到五、六層樓深 為了確保有足夠支撐 會先在地底興建四幅垂直的隔牆 組成正方形 再擺放橫和直的公字鐵作為臨時支撐 每向下挖掘兩、三米 要再加公字鐵支撐 才可以一直挖下去 田北辰說港鐵最近一、兩個星期發現工程出問題 懷疑沒有擺放足夠的公字鐵就繼續滑 撐著撐著撐著就不撐了 就只顧著滑 當然就出現了一個嚴重的安全問題 港鐵就應該立即知道了 現場監工 就立即學停他們 那到現在目前為止 他這件事情是已經撥亂反正 擺放這支山架呢 還是根本停了工 還未繼續的呢 還是學不停它繼續在這裡滑呢 我就不知道 那個誘因是什麼呢 那個動機是什麼呢 我想來想去都是時間 那有沒有上報上去呢 其實現在就不知道 港鐵在2015年將會展站和西面 連接隧道的工程 批給禮頓中建聯營 工程合約價值大約58億7千萬元 我們分別向禮頓和中建查詢 但是暫時沒有回應 盧政署說 之前並沒有收到港鐵的通知 說會展站挖掘工程出現問題 處方已經即時跟進 要求港鐵48小時內 書面交代事件的詳情 港鐵就在晚上回覆傳媒查詢 由於會展站的工程 涉及很多技術資料和紀錄 還在整理中 會按路政署的要求書面交代詳情 稍後向傳媒提供進一步資料 有線電視記者 潘瑤星 報導